诶 老闆 好久不见 诶 老闆 诶 老闆 诶 老闆 好久不见 今天来打 我们的 今天是什么 女主逃遇 参加人应该不会太多吧 女主逃遇 好多哦 今天我过来 我没有带任何的牌组 所以我打算 直接买一个御组 我就是想要测试说 因為這一次戰術牌組的強度好像還蠻高的 所以我就想說如果我買一個御阻來去做比賽 不知道可以打個全勝的可以打到三勝嗎 不是你 畢竟還是牌組嘛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為什麼同為戰術牌組有些是700有些是550啊 因為通過我跟莎奈多一開始大家比較想要 啊 理解理解 稍微用價錢稍微壓一下它的銷售速度 好吧那我就是用心兩口那我拿一下莎奈多好了 因為我上次我有買密勒頓EX的戰術牌組 我用了之後我覺得還算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看看 莎奈多會不會比較好一些 就是如果真的拿來打賽場的話 對啦 莎奈多跟噴火龍都蠻完整的 那我先報名 那我上去來去安裝一下這個牌組一下 好 下啦 這個牌組呢 今天就來這邊拆門了 這個牌組真的是非常的強力 為了今天來這邊比賽 我還特別把我的手機殼換成仙子衣服的 增加運氣 我真的很喜歡我的手機殼 可以根據今天的狀況啊 我可以換出我所喜歡的寶可夢 這個手機殼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總共在這邊介紹一下下 Test Bank獨創的可拆卸磁吸底殼加倍版設計 讓你只需要一秒鐘就可以換手機殼 不論你今天想要走休閒風 運動風還是正式的場合 都可以輕鬆應對 隨時隨地展現你的風格 磁吸底殼安裝容易造型帥氣 今天我想來點仙子衣服 磁吸背版拆卸輕鬆 Cast Bank的寶可夢系列即將正式上線 對於喜愛寶可夢的你 這無疑是一次不可錯過的收藏機會 不僅如此 下半年還會有七龍珠 航海王 讓你每兩個月都有新的選擇 永遠走在潮流的最前端 只要用留言的專屬碼 就可以獲得15%的折扣唷 身為寶可夢迷的你 還不趕快來購買 好啦 那訓完了之後 我就把這個手機個吸回去吧 先把這一個卡牌 給大家套一下卡套 他這一次給的牌其實很好 能量的部分總共有 12張 月光丘陵是可以讓你回血的 例譜的話 可以直接讓你從氣牌區 取選超氣的寶可夢跟能量拿回手 寶大就指令兩張 博士的研究 四張 奇數四張 勇氣的護符的話 是拿來去做 交飄球的combo陣上 交換一個 高級球四顆 然後兩顆巢穴 好有寶分竟然有四張 超強欸 厲害吊桿一個 因為剛好有人物卡一起互相互利 反擊捕捉器一個 漂飄球這一張應該會是打一個大傷的 很好的東西 加上我們是勇氣護符 所以他血量可以來到120 他身上有110的傷害指示物的話 就可以打到330點的高傷 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先攻 3 2 7 加蝦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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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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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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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板 最後我講話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哇 哇 說了 獄賭的失敗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沒有對任何的傷害指示我 沒關係 我這邊有 先 三二一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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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 換你 還有任何可以進化的東西 換你 哈哈哈哈 超爛 哇 爛到枯 連你的面都沒有 你不打死嗎 打死了 打死了 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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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哥 這位全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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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了 人都沒有封信 住 這一位全有封信 打死了 這位全是要封信 抓到西裝 會不會 因為 有這樣出 這個好 好 一定要用他的能力 給他三十 真的 得到他能力 好 這一次打到在這裡 不必打了 那是要出發了 給錢打掉去多位 我贏嗎 幾屬 吃掉 只要吃起來我們兩杯 只有兩杯我還要做 我來試這一次 除了 快慢掉了 兩杯吧 謝謝 親身爽快 來 我一定會有的 謝謝 正面 天空 好 好 謝謝 謝謝 來 再來 再來 自殺了 你今天玩什麼都輸了 對面表示自殺嗎 自禁吧 哇吐息耶 動起來啊 有了有了有了 可以動了 可以開始動了 太爽了吧 一百二 他一百四生我吊著一口氣 我吊著一口氣 然後打你前台 來 什麼 一招幾個 想把他那一頭站下來打 唉唷 不行啊 我已經沒有那個勇氣握舞了 我已經沒有勇氣了 必須啦 可以打了 打你 打你 其實 沒有收帥給我 應該就是打得很帥 沒有玩 你用這次打就打得贏 可以玩嗎 也是 一百九 好了我們已經 全部結束了 這一次打 我只能講說 這一套牌我認為是 挺有趣的 可是 也是自己 今天的運氣真的沒那麼好 有些東西我就是用不到 就例如說 好有寶分 我這個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用就是用不出來 今天的拍攝用手機 其實純屬一個意外 原因是 本次 外面剛好拍攝的 這幾日 颱風來臨 所以外面真的是狂風暴雨 沒辦法帶自己的設備過來 這邊來去做拍攝 我整個 就連穿著都非常的 偏於輕便 至於今天的預讀體驗 以及建議我等一下回家 再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先回去 來是做一個最後的統計吧 回家見 好的咱們回到了家中 在這一次呢 戰術牌組 真的挺讓我驚豔的 這個牌組裡頭 所需要來去做調整的東西 說多不多 其實如果真的要讓這一套牌組 來去做改良的話 需要下手的地方 大概就是你的基礎能量 可以減少一些些 並且有一些東西沒用到的 可以不需要來去做使用 反擊捕捉器 其實我有在想 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啦 當然啦 這真的是因人而異 如果你不用人物卡 來去做回首的話 可以把利譜換成吊桿 讓吊桿變成兩隻 這一套牌組 如果以賽場的強度來講 就差不多是T2T3 但如果有好好的來去做更改的話 它的強度會是1.5 沒辦法到1 但至少有1.5的強度 這就是為什麼雪兔對於本次的戰術牌組的發售 感到非常的驚訝 因為它對於所有喜愛玩PDCG 亦或是你想要加入PDCG的朋友們 不再是以一個娛樂的想法來去進入這個世界 之前所出的101的御組 那一些牌組大多數都是 讓真正新手的朋友們來去做接觸 不會太難 就真的很簡單 連效果都異常的簡單 可是這一次的戰術牌組是 你不僅是可以學習 你還可以比賽 牌組的廣泛度變得很大 這一套牌夠了 本次所以說只贏了一場 但也是挺驚險的一場 我預計要面對對手 也是4棒的牌組的話 應該要散場全勝 可是我沒想到只贏了一場 那如果真的是對以上所謂的 陷在賽場上面的牌組的話 只能說一面是有 可是如果以雙方都是挺快速的狀態下 沙奈朵輸的可能性會高了一些些 他要能開始做事的時間點 會是在第二回合至第三回合 才有機會開始拔力打人 在那之前你都是還是要慢慢養綠牌 對那如果對手剛好又是那一種 非常強力的寶可夢的話 你一落後就是真的很難去追 這也是實在那一套牌組 我覺得稍顯可惜的地方 也許烹果龍會更加的厲害也說不定 但是沒關係 這一次你只要有訂閱雪兔 按了這個影片喜歡並且留言 這三件事情 我就會在下方留言區 抽一位觀眾把這個戰術牌組送給你 當然啦這個是雪兔用過 所以我很抱歉這是二手的 但至少我把這個給有需要的人好嗎 話就放到這了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給雪兔 想要看到更多手機殼的訊息 Costman 我也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你們都可以來去看一下 點擊雪兔的這個連結 就享有15%的折扣 它不僅只有寶可夢這個IP 也有航海王以及其他比較可愛的圖片 你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只要你不是非常常摔手機的 我認為這個都是非常可愛 好不好 大推 那各位觀眾朋友喜歡雪兔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各位觀眾朋友拜託拜託 請 Normally んで請あぁ 我可以在右上方的學友 那請坐下 請坐這條